高富帅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我吗? 大家好,我是大鹏,这里是说中文播客,你好,华东。 你好,大鹏。 华东,你吃了吗? 我没吃,我刚刚起床。 你有吃早饭的习惯吗? 现在没有吧,现在我一般只吃晚饭。 那还是要吃一吃早饭嘛,吃早饭对身体好了,我妈妈是这么说的。 好,那我听你妈妈的话。 你要听你粉丝的话哦。 对,要不然她不支持我了。 有可能哦,有可能。 华东,你听说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吗? 好像没听过,是什么意思? 好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爱美之心就是对美丽的热爱,对美的追求。 就是希望自己看起来很漂亮,这样的愿望,就是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呢,就是人人都有,每个人都有的意思了。 那你有吗? 你希望自己变得更帅吗? 应该有吧,反正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我还怕你说没有。 都有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了,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就是说,爱美的程度却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多也有少。 对。 比如,华东,你和你的妻子,你觉得谁更爱美呢? 嗯,她更爱美。 对了,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而且我相信每个国家的人对美的追求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对。 就拿韩国和中国来说,在我看来,韩国人就是比中国人更爱美,更注重自己的外表。 啊,是吗? 对啊,所以有人问我,哎,大鹏,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嗯,如果他们这样问我的话,我就会说,嗯,韩国是一个很爱美的国家。 嗯,而且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名列前茅吧。 呃,华东,你有没有看过韩国的偶像剧? 嗯,我看过。 嗯,对啊,就是在电视里看到的美女帅哥是不是很多? 嗯,有,有。 我,我在哈斯克斯坦的时候教英文,我的学生之间有很多,嗯,有很多K-pop的粉丝。 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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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啦,像最近比较流行的BTS,对不对? 对,嗯,你有听过他们的歌吗? 我听过,因为我的学生都说,哦,BTS,他们有很多帅哥,有很多好听的歌, 然后我,嗯,我看了一下,哎,这是什么样的,嗯,嗯,什么样的团队,对。 你觉得怎么样? 还,还好,好像我,我,我不是他们的,嗯,怎么说,他们的歌曲不是为了我做的,是为了少年的女孩做的。 哎,对了,对了,为了年轻的女生,小女生嘛,小女生会喜欢这样。 对,我也没有听过BTS的歌,嗯,只是在新闻里经常见到他们。 对,所以我就想,哎,他们一定很火,一定有很多粉丝啦,嗯,他们的粉丝应该比我们多吧,我觉得。 嗯,我觉得是,我们还差一点,哈哈,哈哈,哈哈,哎,华东,你是不是还没有来过韩国? 哦,我来过,嗯,我来过,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嗯,有签证的问题,就是,嗯,每六十天必须出国。 哦,是这样,嗯,对,是这样,然后我去了韩国几次,嗯,因为韩国是离秦岛最近的国家。 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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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经常来这里的话,你一定会想,哎,这里的帅哥美女真的还不少,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嗯,哇塞,就是我在电视里看到的帅哥美女,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在我的周围就可以每天都看到。 比如在大街上啦,在学校里啊,嗯,在商场里啊,咖啡厅里呀,到处都是,嘿嘿,怎么样,你有见到过吗?嗯,我不是太注意,这个,这方面。 那你觉得,呃,在中国的电视剧里面的人,和嗯,生活中普通的人,呃,在中国有很大的区别吗?呃,区别还是挺大的吧。哈哈哈哈。 我想说的就是大家对韩剧的印象就是美女帅哥很多嘛 但是在这边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 不像在中国电视是电视生活是生活 就是生活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打扮了非常漂亮的韩国的男生女生 那有没有影响到你你现在会不会多打扮一点入乡随俗 入乡随俗是有了我是会有时候注意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因为有不同的场合嘛 但是比如韩国的男生有一些男生会化妆 这个我是不会了 你不会化妆 不会不会不会 你想男生都这样了 女生更多吧 对啊就是因为在这里的话 韩国的女生就是觉得如果不化妆的话就没有办法出门 也就是要出门就必须要化妆 不论是去上班去超市买东西去逛街去喝咖啡 去上学去运动都会这样 这方面我觉得美国不是那么像韩国了 这次我觉得美国比较像中国 这一点美国和中国比较像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确实有这样的女生 但是男人一般不会化妆 对了一开始我也很好奇啊 为什么韩国人会这样的就是对化妆这么执着 其实普遍的韩国人觉得是首先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看起来更好的话呢 他们会增加自己的自信心了 而且也是他们会想这是一种对别人的礼貌和尊重 所以化妆这种文化在韩国就流行了流行开来了 那刚好我想讨论的话题也跟深美有关系的 真的吗 好啊 真的 你先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高富帅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我吗 不对 对就是大鹏 像大鹏一样的人 高可以了 富没有了 帅大家来评价了 好不好 高就是说身高嘛 富就是富人的富 就是很有钱的意思 帅就是长得帅了嘛 高富帅就是在中国形容一个男生 长得又高又有钱又帅 好 那如果男人可以形容可以说是高富帅 那女人呢 白富美啊 白富美 那白富美 这也是什么意思 白就是说因为中国人喜欢白白静静的女生嘛 就是喜欢皮肤白的 富呢就是一样嘛 有钱 美呢就是漂亮 对那这一点就是中国人喜欢白白的人 这一点和美国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哦 就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话你说白富美或者美白这样的话 在美国的社会里人们不会接受 哦我可以理解了 嗯这这种皮肤的颜色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对吗 话题对因为有有黑奴的历史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会很热烈的反对什么各种种族的偏见什么的 种族歧视对吧 种族歧视对对啊对啊 所以他们会说哎我皮肤不是白的又怎么了 嗯这个有问题吗 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嗯其实中国人在说白富美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种族的问题了 可能这样的表达在美国会有些问题 但是中国人确实没有这样想过 对对我也发现啊对在中国很很多人 青天的时候夏天不下雨去沙滩 嗯啊也会带雨伞 对对对对遮阳那个叫阳伞或者叫遮阳伞 啊不是雨伞吗 好像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材料有一些不一样吧 嗯嗯特别是女生嘛对不对 哎我讨厌这样的我不喜欢这样了 你你你你你夏天的时候不打伞吗 还是不要了吧 其实说实话 我虽然是中国人嘛然后但是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嗯嗯嗯因为这样的颜色会让人看起来有时候像是生病了一样很脆弱嗯很虚弱这样或者是啊一直宅家的人不出门对啊对啊对其实在在美国啊有相反的毛病就是嗯嗯嗯啊他们他们想让人家的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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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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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些机器你躺在里面几个小时 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更黑一些 那样对皮肤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吧 对我觉得不是很健康的 但是有一些人会牺牲皮肤的健康 变得更美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用机器换来的 看起来很健康的皮肤的话 那我还是不喜欢了吧 对不喜欢假的 对啊对啊自然就好了 自然就好了 可能可能我也是对长得白白的人有一种偏见了 对我觉得不管你的自然皮肤颜色是什么样白的 是黑的就自然的颜色是最好的 对啊对啊自然就是最健康就是最美的东西嘛 嗯对 很好哎我们俩今天的话题不谋而合 嗯对我们之前没有商量过任何东西 对我们没有商量 但是很有默契了 其实我来韩国以前呢 嗯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我上学嘛 在大学里我看到大学的女生们都在化妆 然后我就想哦应该是大学里女生们都会化妆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因为我看到很多中学生也都是有化过妆的 就是很容易看到他们啊卷着头发 擦着口红背着书包去上学 我想哇塞真是让我很吃惊 那小学生呢会不会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嗯其实有很多小学生啊 从小学就开始化妆了 我很不相信啊 不过我的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小学老师 他说我的学生就在化妆 嗯我觉得小学生化妆已经是 太早了 对啊太早了太早 我不太赞成青少年化妆了 嗯因为确实有很多弊端和缺点嘛 不过嗯怎么讲 我还是尊重他们的选择吧 因为我可以理解他们 爱美之心 人节有之嘛 人人都有了 好了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怎么样 嗯好好 嗯好了 谢谢你华东 嗯谢谢大鹏 好 然后谢谢大家收听到最后 好 那说一说 在你们国家 人们都对美有怎么样的看法 好吧 留言给我们吧 嗯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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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